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或者是全地沮丧的故事 如果我要做一个总结 我可以说在这个新潮的时候 人在他们的思想上比较脆弱 缺乏力量 不像过去世代的人 现代的人比较容易放弃 比较容易妥协 缺乏力量没有那么坚韧 有很多的原因我们不知道 可能是新潮的这些方便 使到我们变得很被宠 所以如果你问那些公司 那些掌权的人 他们就会说这些新时代来工作的人 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很不一样 这是一代他们总是要避免艰难的事 只要有一点点的困难 他们就会放弃 不只是比较年幼的一代 而是在这个新时代 现在的人 在思想上比较脆弱 精神上比较脆弱 他们里面的力量缺乏了 不能够经过一点点的患难 Reinhard Bonke 已经回天家的传道者 当他年幼的时候 他说一个故事 他说他年幼的时候参加一个祷告会 在他的身边有一个很年老的老人 神人 他就听到这个神人祷告 那老人说 神啊 求你怜悯我 求你赦免我 因为我允许这个罪在我的生命里 差不多是这样的果效 我是大概他的祷告 所以这个Reinhard Bonke 他就很惊讶 他就向神做一些一致的祷告 他从小他就说 神求你帮助我 让我在起初就砸根 What matters in the end To mine means to 在起初 他说让我从最早就开始注意 在最终什么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起初或者是在旅程中 我们可能是迷失了或者被分心了 而当我们醒觉过来的时候 可能已经太迟了 因为我们已经年老了 但是神的恩典的荣美就是 我们在什么时候才能够来到这个醒觉呢 在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醒过来说 是神救赎我们 拯救我们 在那时候当我们醒觉 神就对我们施怜悯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要等候或者追求一些不重要的东西 有一个推动的讲员 他就给了一个例子 他说如果你参加一个聚会 一个葬礼 然后你走进去那个家里 你看进去这个尸体 你发觉那个尸体本身是你 然后你参加那个葬礼 你就听别人讲关于你什么 那时候你会认为别人会怎么提到你呢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可能他们说一些对你好的东西 但是这是太迟了 如果你要到这样的地步 可能你说我才不理会别人说我什么 但神会怎么样提到你呢 在最终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想过呢 多么的好如果有一个人 他是从将来的世界来的 他从将来的世界来 然后他说 我现在有一些东西告诉你 我告诉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你现在该做什么 你现在该怎么准备 我们看很多的电影 有很多的电影情节都是这样的 他们旅行到将来 然后回到现代 跟他们说我看过将来是怎么样的 而你总是希望如果能这样子 那该多好是吗 所以我看过这样的电影 这个人他就总是去买这个马票 然后因为他知道哪一个会赢 或者你就会去找这个人 问他说哪一个股市会上升 哪一个能赚钱 直到他觉得非常的厌倦 因为人总是问他下一个小时 下几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你有没有发觉神的话语 有这样的果效 耶稣看到将来 耶稣活在没有时间限制的领域里 他看到了最终 他知道那最终是怎么样的 而在启示录着使徒 约翰也看到了结尾 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你知道世界的结尾是什么 而从一个人他知道世界的结尾 他知道世界的将来 然后他来到我们这里 他来告诉我们 给我们意见 这对我们每个人 一定是很重要的意见 我们就一定要注意的听 我们就一定要看见说 现在这件事情 现在看起来好像不重要 但它是很重要的 使我能够到达最终 所以在神的话语里 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很多重要的东西 耶稣要我们在生命中 把它看为重要 让我们不随意活我们的生命 追求错误的东西 却忽略了重要的东西 所以耶稣给的其中一个意见 就是在这个与门徒聚集的橄榄山上 就是与门徒在橄榄山上的聚会 但我们只是要看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我们只是要看一件很小的事情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九到十三节 耶稣说那时候 如果在接近末日的时候 耶稣在这之前还说很多的话 我只是取这一点的出来 耶稣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所以很清楚的耶稣说我们会经过患难 那时不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争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所以耶稣给我们这些的形容 形容在末日的时候 人的行为是如何的 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所以耶稣看到了最终 因为门徒来问他说 主啊你什么时候要恢复以色列国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 这是在末日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有看马太福音24章 你就真的知道 听见耶稣对你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这是从耶稣本身的口发出来的 我们就不需要去跟人家做任何的争辩 因为这是耶稣亲口说出来的 在末日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当耶稣看见了在末日会发生的事 耶稣给我们的提议是什么呢 祂到过未来 祂活在没有时间限制的领域里 祂在13节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智慧 很重要的提议 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不是每一个人 耶稣看见了将来 祂活在这个世代 祂告诉祂的门徒说 唯有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好像我告诉你 现代的人他们很容易放弃 他们的里面的内在的力量非常脆弱 很容易就放弃 很容易就妥协 但是耶稣说他的孩子 应该有这个重要的特性 应该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应该有这个品质 就是忍耐 今天的年轻人 我从许多的公司的掌权的人听到 他们说现在的年轻人 一点点的问题 他们就辞职了 就不要做工了 在他们的力量 里面有那么小的力量 这是说到自然上的 但是从马太福音24章我们读到 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 所以不只是讲到比较年幼的 年轻的世代 从年幼到年老 我们都会面对极大的患难 而这是真实的 现在我们所经过的灾难 只是一个小小的而已 只是小小的凉度 甚至都不是将要来临的 大灾难的任何一点 所以这个管制令 副管制令 有时候开 有时候放 这些的压力 有时候就使到人家 感到被欺压 然后想要自杀 这样的缴乱 已经使到我们很多人 感觉压力 还有压力 我们很诚实地说 每一个人 不管是基督徒 非基督徒 每个人都面对 很困难的时候 我才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在沙巴 他们的医学治疗那边 有非常艰难的时刻 他们没有足够的医药医学人士 他们也邀请所有的 各种各样的人去帮助 所以这个小小的灾难 已经使到我们觉得 非常的压力 而多好如果 刚才我说过 如果有一个人 是从将来的世界来的 他能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为这些而预备 所以这里我们有耶稣 在他的经章里面 告诉他的门徒 该怎么预备 该怎么预备呢 耶稣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品质 叫做忍耐 忍耐 坚守 坚忍 这是希腊文同样的字 让我们来看 让我们看 接下来看雅各书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几个星期前 我们已经看过了 Blessed is the man who endures The word temptation should be trial It should be translated as trial Blessed is the man who endures trial When he has been approved he will receive the crown of life which the Lord has promised to those who love him 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 他的原意应该是试炼 而不是试探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James clearly tells us You and I must go through trials We must endure through the trials 雅各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你和我都要经过这个试验 Here he is not telling us right that we are saved through our works 这里他并不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凭自己的行为得救 The apostles did not say that 门徒并不是如此说 But we must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Where Paul himself said We must work out 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带着占尽 敬畏的心 行出我们的救恩 Salvation is free It is a free gift We are saved by the grace of God 救恩是免费的 我们是被神的恩典所拯救 We are not to be mistaken by this truth 我们不要错误地看待这个经节 Works cannot save us 我们的工作行为 不能拯救我们 Salvation is just the first step 但是救恩只是第一步 We must allow God who works in us to will and to do 我们一定要允许神 在我们的里面动功 He is the one who works in us to will and to do 来使我们下意志去行 So we have to We have a part in this 所以我们在这件事上 有我们该做的本分 We have to cooperate by enduring 我们应该与神合作 借着坚忍的心 And when we endure James says There is a reward awaiting us 而当我们坚忍 忍耐 雅各说就有奖赏 等候着我们 He said Blessed is the man who endures trials 他说那忍受 誓言的人 是有福的 Many of us were already asking How long Will this pandemic last 我们很多人已经在问了 这个大灾难 这个灾难 要到多久呢 这个灾病 I checked the history The worst plague called the black death plague 我查了这个历史 这个黑死病的历史 It took It lasted seven years 黑死病 用了七年来解决 Killed hundreds of millions 他杀死了千万的人 It took Many years For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o be back to the population Before that plague 在这个大 在这个黑死病之后呢 这个欧洲 他需要用许多的年 才能够恢复 他原本的人数 I'm not saying that This pandemic is the same as black death I'm not saying that 当然我不是说 这个现在的灾难 好像那个黑死病 But I'm saying People in the past have gone through worse things 但我是在说 过去的人经过 更糟糕 更难的事 That is why I say This pandemic is not in the magnitude of biblical proportion yet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大流行病 并不是圣经所指的 那个患难 So let's look at our main text This morning 今天让我们看 我们的主题 In Hebrews chapter 12 Verses 1 to 3 希伯来书 12章1到3节 Therefore we also Since we are surrounded by so great a cloud of witnesses Let us lay aside every weight and the sin which so easily enslays us Let us run with endurance the rays that is set before us Looking unto Jesus the author and finisher of our faith who for the joy that was set before him endured the cross despising the shame and sat down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throne of God Verses 3 For consider him who endured such hostility from sinners against himself less you become weary and discouraged in your souls 我们基有着 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 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 各样的重担 特去容易 残累我们的罪 纯心忍耐 奔那摆在 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 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 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 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 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 灰心 如果你注意到 这经节三次 他提到 忍耐 第一节说 让我们 纯心忍耐 奔那摆在 前头的路 第二 耶稣因着 摆在前面的喜乐 轻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 第三 忍受罪人 这样顶撞的 这三个希腊文 是一样的 这是 呼泼 呼泼 它的意思 就是说到 忍耐 所以在新月 这里就被翻译成 坚守 忍耐 坚定 坚忍 所以我们不是说到 这样的态度 就是很被动的 来忍受一些东西 我们不是说 哎呀 没有选择 哎呀 很没有办法 然后很被动的 被压得 没有喘气 没有办法 一定要忍受过去 不是的,但是在这里他的原文是说到以一个喜乐快乐有盼望的心来忍受 喜乐和盼望来使你继续的走下去 他让你和我能够坚定在你和我所要行的路上 忍受一个时间或者是一个距离 所以作者就给我们这个忍受非常有趣的意思 他说忍耐就是在同一方向上有一个长久的忍耐 长久的顺服 是同样的方向,不会改变方向 但是忍受对神继续的坚持和坚定 没有改变我们对神的顺服的态度 如果你读第三节 如果我们没有重新忍耐 那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疲倦和灰心 这是不是今天基督徒的态度呢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流行病或者是生命中的压力 我们就变得疲倦灰心 就变得灰心 我们总是说最好不要有再一次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还要有一个更大更严重的发生呢 不只是如果而是在马太福音24章说 在末日将有更严厉的事情发生 所以耶稣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应该培养的一种品质 就是忠心忍受的品质 而这个忍耐忍受的品质 通常是在一个非常艰难 失恋当中形成的 当一切东西都是安好的 你就不需要忍受 你就欢喜的庆祝和享受 所以忍受跟失恋有一个关系 他们有直接的关系 就越多的失恋 你就越来越操练你的忍受 操练你的忍受的毅力 没有失恋 你就根本没有机会去培养你的忍受 所以今天如果你说你的生命有太多的患难和失恋 那你就要感谢神 因为神给你机会培养你生命中的忍受这个品质 Amen Amen Choose to look at the right thing What is God doing? He is giving you an opportunity to grow muscle of endurance 选择看正面的事情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神在给你机会 来培养这个忍受的品质 神在预备这个环境使你预备好 James chapter 1 雅各书第1章 Verses 2 and 3 My brethren count it all joy when you fall into various trials knowing that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produces patience 2到3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若在百般 失恋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It is the trial that produces hupomony endurance 就是这个试炼产生这个忍耐 That the endurance have its perfect work That you may be perfect and complete lacking nothing 而这个忍耐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使你完全 使你毫无缺欠 We have mentioned before We like to prosper We like to be blessed 我们提过 我们总是喜欢丰盛 蒙福 One of the ways God bless us One of the ways God prosper us is through trial 其中一个神 封死我们 封圣 祝福我们的方式 就是透过失恋 He said so that you may be complete lacking nothing He said so that you may be complete isn't that the another definition of prosperity 难道这个不是另外一种的 对封圣的翻译吗 You are prosperous inside 你在里面是封圣的 Prosperity begins with our soul 封圣是从我们的魂开始的 当我们里面是完全的毫无缺陷 我们就是丰盛 但这是怎样领导的呢 这是透过失恋来的 有失恋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我们有缺陷 当我们有缺陷 我们就寻求神与神合作 允许神在我们里面 培养这个坚忍的态度 然后你说 一次又一次的 一次又一次的试炼要多少次呢 让这个忍耐在你的里面 有完全的工作 神不会做一些东西是半生熟的 祂爱我们 祂在我们里面是完美的 祂爱我们 祂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完美的 祂在我们里面开始了那善功的 祂就会使祂完全 如果祂爱你和我 祂把你和我当作是祂合法的儿女 祂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把失恋拆来 希望渴望这个失恋能够在你里面完成它的功能 好让在黑暗来临的时候 你和我就是被拣选的能够发光 这些东西不是自而然而的 它需要透过训练而来 透过我们经过的试炼 然后这个忍受就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 好让我们现在开始把失恋看成是用另一种看法来看 而不是疲倦灰心 反而你说 赞美主神在预备我为了将来的日子 我在试试看我这个忍耐的肌肉到底有多强了 所以神的话也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失恋 失恋能够产生忍耐 第二个忍耐的关系 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 there'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endurance and hope 忍受和忍耐和盼望之间的关系 Paul in his epistle to the church in Thessalonica said remembering without ceasing your work of faith labor of love and hupomoni of hope endurance of hope in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the sight of our God and Father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说 在神我们父面前要补助地纪念你们 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the patience the word there is the same hupomoni endurance and it has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hope 而这里的忍耐呢 就是hupomoni 忍受它跟这个盼望是有联系的 if your hope is low 如果你的盼望是非常肤浅的 it's like your petrol you know your petrol gauge in your car is gone to E 所以好像你的车的那个油 已经非常低了 hope is low you are unable to endure 你的盼望是很低落的 你就无法忍受 if you are hopeful you have a hope in God in Jesus 但如果你是充满盼望的在神 在耶稣里面 watch your level of hope watch the gauge of hope in your spirit in your spiritual life 你要注意在你的属灵生命里 你的盼望有多少 the enemy comes to steal your hope 敌人要来偷你的盼望 hoping to create a hopeless attitude inside 希望在你的里面 制造一个没有盼望的态度 whenever we are hopeless in our attitude 到我们的态度是没有盼望的 very easily we fall and we become weak in our endurance in our patience 我们很容易就跌倒 在就变成没有忍耐 没有忍受的态度 同样的在罗马书12章12节 rejoicing in hope hupomony in tribulation continuing stepfastly in prayer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狠切 see there is a link we got to have a hope you rejoice in a hope you have a strong hope within you 所以这里是有关系的 你要在指望上有喜乐 要在你的里面 when we rejoice in hope 当我们在喜乐中盼望 when we begin when the hope is beating very far when the hope is alive and beating in our hearts 当你的盼望在里面 是活着的一直在跳动 it helps you to also have a strong enduring and a patient attitude 它就帮助你有这个长久忍耐 还有忍受的态度 第三就是关于我们的品格 还有忍耐的态度 罗马书5章1到5节 therefore having been justified by faith we have peace with God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rough whom also we have access by faith into this grace in which we stand and rejoice in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 Verses 1 and 2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和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 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再次的他提到盼望的重要 Verses 3 shows us we continue not only that we also glory in tribulation same like what we mentioned just now the l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ials tribulation and our perseverance knowing that tribulation produces perseverance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Tribulation produces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character and character hope Now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because the love of God has been poured out in our hearts by the Holy Spirit who was given to us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搅灌在我们心里 We are going to see ag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durance and our character 我们要再次的看这个关系 就是我们的老恋 我们的品格和忍耐 At the end later we will look again and round this up all together 等一下我们会再次的看 然后把它们总和起来 So we can see how important endurance is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忍耐有多么重要 You need to persevere to be patient to be steadfast 你需要坚忍 坚定忍耐 Don't give up 不要放弃 Don't grow weary 不要疲倦 Don't grow discouraged 作者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带着忍耐 奔跑我们前面的路 The author uses the metaphor of a competition of sports Run the race 作者用好像 一个运动的比喻 你要跑这个比赛 It's time for you and I to get the right reality check and get the correct perspective of life 所以现在是你和我 要好好的监察我们的生命 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很多人到现在还在相信 生命是非常的美好的 到现在还在听这一些 使你觉得很爽 很开心的一些信息 使你一直在那里打顿 然后从来没有醒过来 活得愚昧 好像一个伤师一样 以为所有的一切 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很开心 The author of Hebrew clarly tells us It is a race 但是希伯来书 作者告诉我们说 这是一个奔跑的旅程 It is a race 是一个奔跑的旅程 If you look at the original Greek word It is agon A-G-O-N 它的原意就是 A-G-O-N What is the English word that is near this word Agony 就是痛苦 It is our English word Agony comes from Agon 这是英文的 Agony 痛苦 就是来自这个原文 Agon Life has agony It has conflict It has struggle 生命是充满痛苦的 挣扎的 That's the truth 这就是真理 即使我们是信主的主说 我们也会经过患难 我们宁可现在面对事实 知道生命是有患难的 但是有耶稣我们就有盼望 他会与我们一起经过患难 他会拯救我们 Rather than having the wrong attitude about life And say that Ah I become a Christian Everything should be happy I'm blessed Everything will be good 而不是被愚昧的 以为说 Oh 我做了基督徒 所以的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会更加好 Then you got to know Hey Trial is healthy To have trial is healthy It's not something wrong 你应该清楚的知道 有一些失恋是好的 并不是什么错的东西 We are called to run the race with endurance 我们被招待 纯心忍耐 奔那摆在前面的路 Agon is one of the favorite words of the apostle Paul 这个痛苦呢 就是使徒保罗最喜欢用的字 这个奔跑 How is the Bible translated in another instance? 圣经是怎么样的把它用在别位呢? Paul told Timothy 保罗告诉 Timothy Fight the good Argon of faith 你要打那信心的美好之战 It's a fight 是一个争战 Race Fight 是一个 一个旅程 然后是一个争战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a fight? 你从一个争战中会期盼什么呢? There will be intense conflict There will be struggle 就是会有直接的冲突 还有这个 这个挣扎 But in Hebrews The metaphor is It is a race 在希伯来书他就把它比喻成一个赛跑的旅程 Don't get me wrong It is not a hundred meter sprint 你不要搞错了 不是一百米的跑道 Many people when they are young Full of energy Fight They run very fast 很多人年轻 他们有很多的力量 他们能够跑很快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这是没有错的 But don't forget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It is a long race 这是一生残久的旅程 Many people I can still remember I have still friends When I was younger Who are now no longer in church 我记得 我有一些的朋友 他们比较年轻的时候 很火热的在教会 但现在却不是基督徒了 So some can run very fast In the start So some can run very fast 有些人开始的时候 跑得很快 But that's not what counts What counts is Do you endure Do you run the race With endurance To the very end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否存心仁耐 跑完这个跑道 直到最终 The author of Hebrew says Everyone there is a race 希伯来书作者说 每一个人都有 他自己的跑道 We cannot compare God designed the race It is a customized race God knows what you need And you will not be tempted beyond what you can bear Everyone has a different race We cannot compare with others 每个人有不同的跑道 我们不能够彼此的比较 God knows the best 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And he will not allow you to be tempted beyond what you can bear to be tempted beyond what you can bear He will not allow you He will not allow you be受担超过你所能承担的 因为这是一个跑道 因为这是一个跑道 Not only it is a personal race 不只是这是个人的跑道 We also must know There is a collective race for mankind 同时呢 人类也有一个聚集的 一起的跑道 And when we talk about end times 当我们说到末日 It tells us something 他告诉我们一些东西 That the finishing line is in sight 就是那终点 是看得见的 We begin now to know the finishing line is in sight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那个终点 是看得见的 Whether it's five years Whether it's ten years The finishing line is in sight 不管这终点 是五年 是十年 但这终点 已经看得见了 And Jesus always Jesus gives the parable When you want to build something You better count the cost 耶稣也给我们一个比喻说 当你要建造一个东西 你就要先坐下来 算它的代价 Similarly If we want to race We want to participate in this race Let's count the cost 同样的 如果我们要参加这个跑道 我们就要坐下来 算代价 Maybe one of you was a sportsman When you are younger 可能你们其中一些人 当你比较年幼的时候 你是很喜欢运动的 Maybe you can play good football Play good badminton Or play good some sports 可能你能够打 做一些很好的运动 或者是打羽球 踢足球 But probably that's twenty Thirty years ago 但可能二三十年前 And now when you at this age 但是现在你这个年龄 If suddenly people challenge you For this race 如果人家突然间 挑战你来参加这个比赛 You are very excited 你会很兴奋 You want to join 你会想参加 But when you join 可是当你参加的时候 You realize as much as you desire You就发觉 虽然你心里渴望 As much as you have the You have the strong passion 虽然你有很强的热情 You realize your bodies Can not cope anymore 但是你的身体 却不能够承受了 It is not just Oh I want to endure I want to endure I can endure I can endure 并不是你自己在那里想 Oh 我要忍受 我要忍受 你就能忍受 I can I can means I will Oh 我要我要 就能够 Because the book of Hebrew tells us 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We must count the course We must prepare 我们一定要数算代价 我们一定要预备好 You want to run this race You want to with endurance We you and I Must prepare 你要跑这个跑道 你就要存心忍耐 你就要预备好 First thing that the author of Hebrews tells us 首先 希伯来书第一节告诉我们 Lay aside every weight Hebrews 12 verse 1 12章第一节 To lay aside every weight That's part of our preparation 你算说你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这是我们预备的其中一部分 You know when they participate in a race 当我们参加一个比赛 The first thing they lay aside every weight is There are two things When it speaks about this Laying aside the weight 他说到放下你的重担 你就有两件事 Firstly when they are too I'm sorry to use the word If you are too fat They will have to shed the extra fat 如果你是太胖的话 你就要把这个额外的自由给除掉 That's the original meaning From the original language 这是他原意的意思 Because all of us know If we are overweight We cannot run too long too fast I mean we cannot endure in that race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太胖的话 我们就不能跑太久 或者因为我们不能够忍受这个路程 So firstly we got to learn To lay aside every weight 所以我们首先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And an excessive flesh 各样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Perhaps these things No the first thing Lay aside every weight 放下各样的重担 Perhaps there are things That are not wrong 有一些东西是没有错的 Perhaps they are not seen 有一些东西看起来也不是罪 So it's not a matter of comparing Why that person can do this I cannot do this So这是没有智慧的 如果我们总是比较 为什么那个人可以做 那个我不可以做 The question is 问题是 This additional weight 这个多余的重量 Whether it hinders you or not 它是否拦阻了你 Does it stop you from going forward 它是否拦阻你向前 Does it hold you back 它是否总是把你给抓住 You cannot move forward It holds you back 你总是不能够向前 它总是把你抓住 Clearly that is an A weight that shouldn't be in your life In my life 那很清楚的 这一个重担 就是不应该在你和我生命里存在的 No need to argue Ayah that person say can That pastor say can I read that website can Why you want to do all these legalistic things 你不需要争执 说 Ayah这个牧师讲可以 那个讲可以 这个website讲可以 那个信息讲可以 为什么你要做这些法律上的东西 It's not that Bing不是这样 Everybody has different threshold 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 产类他的东西 The weight is different Everyone has different weight That can hinder them from moving forward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重担 而这个重担 就是拦阻他前行的东西 You just need to ask ourselves You只要问自己 The moment we have this weight 当我们带着这个重担的时候 Does it cause your heart to be more alive to God 这个重担是否使到你对神 更加的清神 Or to cause you to be dead in your soul 或者使你的魂更加的死沉 You can't respond to God 使到你不能回应神 So these things It holds you back You cannot move forward 所以这个重担 是不是总是把你抓住 使你不能向前 You got to let go of such burden Such weight Whether it may be valid Legitimate And it is not wrong for other people 那你就应该放下这样的重担 不管这重担 看起来是无罪的 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态度 一种对自己过于自信的态度 有时候这样的态度就使到我们不能向前行 Because in order to move forward Our level of confidence on ourselves will restrict us from doing what is impossible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自信呢 然后使到我们不敢踏出去 做一些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会失败的东西 But the way of God is We got to trust Him completely 但神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完全地信靠祂 We got to keep moving forward 我们需要继续地向前行 There are things lying ahead of us 有一些东西就摆在我们前面 Maybe things that we have not done before 可能是一些我们未曾做过的事 But something t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us 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But because of our stubbornness to hold on to some weights Some excessive things in our lives 但是因着我们的顽固 总是仅仅抓住生命中一些多余的重担 We are unable to run the race with endurance 我们就无法存心忍耐跑这个道路 Second thing we have to lay aside the sin That easily beset us 第二我们要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This one the picture is If you wear a long dress A long gown 这一个他的图画就好像 你穿一个长长的衣袍 How do you run the long dress or gown will entangle your feet You will fall 你什么跑呢 这长的衣袍会缠住你的脚 你一定会跌倒的 Such a long garment could easily entangle our legs 这样的累赘的衣袍 一定会缠住你的脚 What is it? 这是什么呢? Now the author of Hebrews Now he mentions clearly It is a sin Things that are not That we are not designed 西伯来书作者把这个说成是 罪就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 There are things just not It's just wait Now he's talking about a sin 刚才前面的是重担 现在他是说到罪 There are some sins To have some people That can easily Cost a person to stumble 有一些人存着一些罪 就很容易死到你跌倒 To some people It is Genesis 对有一些人可能是妒忌 They look at something They feel very jealous 很容易的 他们一看这个东西 他们就马上妒忌了 Some people is lost 有些人是情欲 Just very easily Something will trigger something Inside 很容易的 就能够激动 他里面的情欲 Anger 或者是愤怒 All kinds of things 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是罪 Unrighteousness Wickedness 不义 邪恶 All these things are sin 这些都是罪 So we have Our habitual Our bad sins 所以我们总是有这个我们习惯性的我们喜爱的罪 The sin that easily entangles us It has the picture of sin that surrounds us 这个罪容易的残累的我们容易的就围绕着我们 It's always surrounding us 它总是在围着我们 It is a trap that is always present 这总是在我们前面的网罗 We have looked at trap for a couple of weeks in the past 我们几个星期前已经看过这些网罗 So the sin that easily entrap us 所以这种罪就容易使我们跌入陷阱 What is that appetite in you 你的里面的胃口是什么呢 That easily You are enticed with that trap You are enticed with that trap You很容易的就被这样的陷阱所诱惑 These things will cause us Not being able to run our race with endurance 这样的东西使到我们不能够 纯性忍耐跑那前面的道 When the difficult days 当将来患难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We are still struggling with a sin That entangled us 我们总是在那里跟这些容易缠累 我们的罪在那里挣扎 How to end your all 那你怎么忍受呢 We are stuck in a place of sin We are stuck in a place of sin We are stuck in a place of sin We are It slows down our progress It slows down our progress It slows down our progress We cannot move forward We cannot move forward We will be plagued with guilt We will be plagued with You know we have to go through Clean We got to come to God to be cleansed again 我们总是充满这个内疚 然后总是需要来到神面前被解禁 Why do we need to go through this again and again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经过如此呢 So we cannot just decide I have the desire to endure I decide to endure I endure 所以我们不可能 只是心里面决定 Oh 我要忍受 我就能忍受 There is a preparation 有一些预备我们要做 That helps us to run the race With endurance 能够帮助我们 纯心忍耐跑那道 Through the help of the Holy Spirit 透过圣灵的帮助 Through the grace of God Working in our lives 透过神的恩典 在我们里面动工 How do we do that We got to actively choose To lay aside things That weigh us down 我们就要主动的选择 把这些容易 纏累我们的罪 放在一边 We have to actively make a choice Conscious decision To lay aside The sin that surround us 我们必须要 要非常的主动的 把这一些围绕我们的罪 把它给丢在一边 In the past Maybe we take this We take a more casual approach 在过去 可能我们比较初心大意的 看待这件事 But we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live in such a manner 但我们不可以 再如此活了 These are times that you and I Can prepare ourselves 因为这是你和我 应该预备自己的时候了 Do not wait until the time When we have not enough time To prepare And we are caught Not ready 你不要等到时间到了 但是你却没被 你却发现自己 完全没有预备好 Because this is a process 因为这是一个过程 Indeed God is causing His acceleration work in our lives 神使到 祂的这个超越 加速的工作 在我们的里面发生 If we cooperate with him 如果我们与神合作 He releases even more grace 祂就越来越 释放祂的恩典给我们 to overcome our habitual sins 是我们胜过我们习惯性的罪 to get rid of those weights that bog us down 是我们除掉这些 残累我们的罪 so that we can run the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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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存心忍耐 跑着到 The next part I want to see is these two words the author of Hebrews tell us 接下来的我要看 这两个字 就是这希伯来文作者 告诉我们的 Now that we have prepared ourselves 不只是预备自己 Now that we have already prepared ourselves 现在我们已经预备自己 那我们要怎样 存心忍耐跑呢 The author tells us we must ensure we look at the right thing 这作者告诉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确定 我们仰望正确的东西 looking unto Jesus 眼睛仰望着耶稣 look at the finishing line 仰望看着那个终点 I'm going to show you a verse in James chapter 6 让我们看雅各书第六章 James chapter 5 Yeah sorry 雅各书第五章 James chapter 5 verse 11 11节 Indeed we count them blessed who endure you have heard of the perseverance of Job and seen the end intended by the Lord that the Lord is very compassionate and merciful 那先才 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 岳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 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He says you have heard of the perseverance of Job 他说你听过了 这个 这个岳伯的忍耐 哇 Job is a no joke 岳伯的事情 是不是开玩笑的 他所经历的 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经过的 但他却因着 他的坚守而被称赞 James in his epistle commended Job for his perseverance 在他的书信中 他称赞 略博的坚守 他说他并没有放弃 他的太太说 你咒诅神去死吧 但他没有这么做 他忍耐到底 And then James tells us 雅各告诉我们 We have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We now see what happened In the end 我们现在有这个益处 我们现在看到 结局的终点 In the end He was blessed twice than he originally was 在结局里面 他双倍的蒙福 远超过他之前 James tells us Showing us What kind of God We have 就表示给我们看 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Many times when we go through trials Difficulties Tribulation 很多时候我们经历 试炼患难 困境 Some people cannot get it in their mind 有些人在脑里就不能明白 How can we have such a cruel God Oh 怎么可能呢 我的神怎么可能这么残酷 How can God allow these things to happen 神怎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Because we do not have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We cannot see We do not know What is the ultimate intention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 我们看不见最终神的心意 是什么 And James says Now you can have the example of Job 雅各说 现在我们可以 越博为例子 At the end God intends for him to be blessed double 看到最终神给他的意图 就是要双倍的祝福他 因为他忍受到底 他忍受到底 耶稣他本性就是 充满怜悯的 有慈悲的 神不可能做任何东西 与他的性格是不一致的 并不是所有的一切 都是神所开创的 但神可以允许一些 魔鬼开始的东西 因为神也能够使用魔鬼 魔鬼在我们生命中 想要伤害我们 神却能够扭转困境 魔鬼看不见 神能够在最后预备一些 比这些之前更好的东西 而不是允许魔鬼的伤害领导 所以这个作者说你看 你要看那正确的人 不要看着你的状况 不要看着你的试验 不要看着这些患难 他说你要专心仰望耶稣 这是特别的希腊文在别处没有使用的 the English word is unable to capture it because it has the meaning in order to look you have to look away from other things in order to gaze fix your gaze upon this object 他本来的意义就是说 你要从别的东西转移过来 然后专心地看着这个东西 look away from everything else and now fix your gaze on Jesus 从别的东西转移过来 然后单单地把眼目定进在耶稣身上 I must admit that in the Greco-Roman culture that we live in today we find it how do I look to Jesus 我们活着的现在的这种的世代 我们总是觉得 是那么难要仰望耶稣 所以很多人总是以为说 这个应该是说 常常读神的话语 focus on some doctrine or something 或者专注一些教育 no the author clearly says look to Jesus 作者他清楚地说 你要看耶稣 in case we miss it he said it's a person author and finisher of our faith 他说耶稣他这个人 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 he's a person 他是一个人 look to a person 你要看着一个人 that is our walk with God 这就是我们与神同行 our relationship is with a person 我们与人的关系 与耶稣的关系 not a formula not a machine 不是一个方程式 它不是一个机器 not to do something to get something 你不是来做一些东西 来得着一些东西 we struggle to imagine how do we gaze on Jesus because all this while we have been using Jesus as a formula or a machine 我们总是挣扎 要怎么样才能 仰望耶稣这个人 因为一直以来 我们把耶稣当成 是一种方程式 或者是一种机器 we do not honor him in church we do not know we do not expect that he is present in church 我们在教会 也不遵从耶稣 也不期盼 耶稣的同在在教会 we do whatever we want 在教会 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then suddenly we ask you to look of course how to look 然后突然间叫你仰望耶稣 你就说怎么仰望 so learn let's begin to cultivate this relationship of learning to look 所以让我们一起学习 培养这种的态度 学习来赞扬耶稣 look at Jesus 仰望耶稣 look at him 看看耶稣 not even we can start by looking at what he has done 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开始 就是看耶稣所做的 but ultimately the goal is when we are able to look at him 但是最终呢 这个目标 就是当我们能够 仰望他 looking beyond the circumstances and fixing our eyes on a person 超看他 超越这一些的环境 然后把我们的眼目 定睛在耶稣 这个人身上 and it is not just required of us 这不只是要求我们 the author of Hebrew gives us a very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truth 希伯来书 作者给我们一个 很有趣的真理 he said we are asked to run the race with endurance 他说我们被吩咐 要重新忍耐 分那摆在前面的路 but the other two mention of endurance 但其中两个 其他两个说到忍耐的 is concerning Jesus 就是说到耶稣 not just we have to endure Jesus has endured 不只是我们需要忍受 耶稣已经忍受了 你看耶稣已经忍受了十字架 他怎么做呢 他也是看见一个东西 耶稣看见了摆在前头的喜乐 耶稣没有专注在他所受的羞辱上 耶稣其实经过了极大的羞辱 but the author tells us he despised the shame he did not focus on the shame that will cause him to be in despair 耶稣说他并没有 这个作者说耶稣并没有专注 他的羞辱 他反而轻视这个羞辱 而没有使他感到沮丧 耶稣看着摆在前头的喜乐 有两件事情推动了耶稣 有两件事情推动了耶稣 就是讨复心意的喜乐 这个 他看到这个喜乐 他能够再次的与父在一起 成就天父的心意 第二个喜乐 就是他看到这个喜乐 他能够再次的与他的心腹合一 如果我们能够抓到耶稣的这个热情 他就会影响我们 因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看见了我们 耶稣能够忍受他的痛苦 所有的鞭打 所有的艰难 因为耶稣他看见了你 他看见了我 在十字架上 他看见所有的这些的面孔 他说有一天他们在永恒里要与我相遇 有一天在天上会有羔羊的婚宴 这个新妇和新郎之间将会有一个婚宴 而这一件事情就应该使我们的里面唤醒过来 因为这就是使我们能够忍受到底的关键 当我们能够抓到耶稣的热情 当我们首先仰望 我们看的时候可能我们看不见有什么 那你就不要放弃 你要继续的看 继续的仰望 直到最终你看见了 看见与他合一的喜乐 作者没有说 你只要继续的看 他在第三节说 你要思想他 你可以用你的思想 一直的在默想他 默想耶稣 持续的不断的一直的想着耶稣 这就是思想他的意思 思想耶稣他忍受罪人如此顶撞 所以作者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不管你和我经过什么 都不能够与耶稣所经过的比较 他为我们所经过的 这就使到他的爱温暖我们的心 所以这是一种关系 所以我们总是一直的需要回来 珍惜感激他的爱 一直的回到十字架面前 在那里仰望耶稣 赞扬耶稣 这是我的战争 这也是你的战争 太多的东西一直来争夺我们的注意力 使到我们转移视线 而没有赞扬耶稣 因为只要我们继续的仰望耶稣 我们就是纯心忍耐地跑着前面的道路 让我们一直的定睛在耶稣身上 我要用这个证言最后一节来结束 证言十八章第十节 耶稣的名字是一个强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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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经节里面有怎样的一个应许 主的名字 它是我们的坚固台 我告诉过你很多次 希伯来人他们明白 名字就是一个人的个性 所以在整个圣经当有一个名字出身 就是说到那个人的态度也是如此 当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 他就与他们同在 当他们是聚以 好像主的个性一样聚集在一起 当我们奉主的名求的时候 他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以我们奉主的个性来祈求 耶稣的属性 神的性情 神的性格 是我们的坚固台 在艰难患难的日子 我们需要有这个启示知道神是谁 我们才能够为自己找到这个坚固台 神的名字 当祂向你显示自己 祂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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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耶和华以乐 或者耶和尼西 或者耶和尼西 神来到你这里 然后你读祂的话语 你默想祂的话语 当你花时间与神在一起 你祷告 默想祂的话语 当你寻求主 神就向你显明祂是谁 我是你的父亲 我是你的丈夫 我是你的新郎 不管他向你显示什么 他的 他向你显示的 他的性格 就是你的坚固台 如果他给你这个启示 耶和华是你的惊奇 那不管你经历什么患难 如果你紧紧的抓住这个启示 知道他是谁 那你就是在这个坚固台里面 这就是他的意思 主的名是我们的坚固台 他的性格 他的属性的启示 很有趣的这里说 一人必奔向他 一人快快地奔向那个名字 而不是到处乱跑 而是奔向主的名字 他们就必得救 他的原意就是说 他们就被提起来 隐藏在这个塔里面 但如果你好好的默想 我们怎样跑向一个性格 一个属性呢 我们怎样跑向神的性情 神的个性里面呢 忍受跟你的磨炼性格 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 奔向他 就是说 我们继续地奔向耶稣 而不是奔向其他的东西 也就是说 我们一直持续不断地做这个决定 要好像他的性格一样 被转变成为他的性格 越来越好像基督 这就是当我们的忍耐的肌肉 已经在增长 我们的忍耐在增长的迹象 试验 试炼怎样增加我们的忍受 因为我们继续奔向主的名 如果我们跟主的名 是那么的不同 那我们怎样去躲在主的名里面呢 如果他是平安也要花沙了 但是我们总是很困扰 里面很容易就沮丧 那我们要怎样躲在这个 监固台避难所里面 所以奔向耶稣 就是说 持续地寻找他 知道我们也转变成为 好像他的名字一样 继续地仰望耶稣 直到我们也改变 使我们变得像他 这是不是跟新约是合一的呢 当我们赞扬耶稣 我们就被改变 我们寻求他 赞扬他 看着他 应该就产生一种果效 能够改变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有这个忍耐的态度呢 就是当我们越来越像基督 但是在我们的一路上 让神继续地把一些试炼放在其中 又一次又一次地 我又经历了一次的试炼 每一次当我经过一场试炼 我就看见了我的心的另一面 是从来没有被神所触摸过的 从来没有被神所改变过的 从来没有被转变 被主的名所转变 所以神比较有兴趣来改变我们 所以试炼有一个 跟忍受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而忍受跟基督的形象 还有我们的性格 有直接的关系 罗马书8章28-29节 凡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为那些他预先所预定的人 神也要转变他们 成为主的形象 这是很美丽的一幅图画 当我们越瞻仰耶稣 他的形象就反映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心就被转变 如果神向我们显示 我们是很容易放弃 很容易疲倦灰心的人 那就是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一部分 神要来改变他转变他 我们生命中带着的是什么重担呢 我们有什么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呢 让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 主天父你是美好的神 你是慈爱的有怜悯的恩典的父 你显示我们在最后 你并不是来要毁灭我们 反而呢你为越博预备了更多的东西 帮助我们看超越我们现在的状况 不管是实际上的挑战 或者是思想上的任何的挑战 让我们能够看超越这一切 让我们能够学习转移目标 而仰望你美丽的容面 让我们与你有这个联系 让你的喜乐 你的热情能够转移到我们身上 你对天父和你的心腹的热情 让他能够注入传授给我们 在我们的里面点起这个可慕的火花 让我们突然间发觉 让我们突然间发觉 我们专注在你身上 你就是天上的财宝 唯有基督 我们怎么可以这么愚昧 允许其他的东西来偷窃我们对你的注意力 我们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能够维持的 继续的赞扬你 默想你 而不是被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所缠绕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已经看到了终点 而你在问我们 你要我们在我们的灵 我们的心里建立这个坚忍的态度 我们要这个主 要我们的灵和魂能够忍受 在我们的家庭层面里 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让我们都能够增长 能够有这个忍耐 成为我们的性格 不容易妥协 不容易放弃 不容易疲倦灰心 而是预备我们自己 忍受到底 天父我把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愿你纪念我们 主啊 我们要成为一群的人能够忍受到底 能够忍受到底 主啊 从现在开始 当我们开始来瞻仰你 让你都充满火的眼睛 开始烧尽在我们里面不该存在的罪 除掉里面的重担 烧掉里面的罪 我们把他们降服给你 把他们降服给你 我们求你的赦免 我们再次的把自己分别为圣 归你 预备你的百姓主 在我们的灵 我们的心 我们的思想里面建立这个 坚守的心 主我们真正的需要你 在我们现在活的日子里 我们需要你 我们要带着忍受来跑这个道 我们要好像保罗一样的说 我们打了美好的仗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靠着我们经历的不同的思练 来钢强我们 建立我们忍受的肌肉 打开我们的看法 让我们看见这生命 不过是一场赛逃 一场争战 而终点已经看得见了 不管我们牵头还有多少年 去你开始你的工作 在我们里面建立这个坚守坚忍的心 使我们能忍受到底 给你拍摄 法治是单一份在 电视 kä Emil EM毕rum 你不能掙这件事 破破容 说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